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谁能想到自己住的楼房还能突然垮塌 安徽同龄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中午时分 一栋五层的居民楼一半突然就垮塌了下来 当地相关部门火速的进行抢救 最开始的消息五个人失联 而最近经相关媒体报道说 五个人都找到了 但是很不幸 四个人已经离世 还有一个12岁的小姑娘 正在医院紧急的抢救之中 据当地相关部门介绍说 这是一栋建于2001年砖混结构的老楼 2001年到今天也就是20多年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挺老的楼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印象中 20年不算很老 而且大家知道吗 在2017年左右 当地还把这个楼所在的小区 列为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 也就是说就在几年之前 可能还对这个楼进行了改造 进行了加固 可是为什么这个楼还是如此的脆弱呢 事发之前的几天呢 当地有强降雨 有人介绍说 这个楼还处于低洼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多日的强降雨 把这个楼的楼基冲刷的更为脆弱 以至于一下子五层楼整个垮塌了下来 到目前为止 当地一方面继续的进行抢救 另一方面安抚本小区其他的百姓 而且把当时开发这个小区的相关人员 已经控制起来了 20多年的楼龄 哪怕是砖混结构 哪怕是老旧小区 我觉得也不应当如此脆弱吧 即便有所谓的外力 比如说恶劣的天气 强降雨的因素存在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居民楼 也不能这样脆弱吧 以往全国多地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有的楼有裂缝 有的楼甚至整体的倒塌 这也提醒我们普通老百姓啊 如果你居住的是相对比较老的小区 是十几二十几年前 甚至三十几年前修建的小区 尤其是那些小区 如果是砖混结构 如果处于地洼地段 如果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危险的话 那么作为咱们居民朋友 自己平时就要进行检查了 我们真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度上演 而另一方面很显然 必须有人为这次事件负责 我们必须杀一警百 而相关地方政府我觉得也应当做好排查 十几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前建的楼 如果不安全 那么现在就应当赶快加固 未雨绸缪 这样的悲剧不能再发生了呀 那是这么一句话 那是这事件负责的